今天就到淘寶開箱試吃麵包蛋糕 這次還有七仔六角角鎮 想知道這次的麵包蛋糕好不好吃 就一定要看下去了 Let's go Hello 大家好 我是Winness 計上一次試吃時間 我就試吃了淘寶六款蛋糕麵包 接下來我這次 我這次就買了淘寶的五款蛋糕麵包 今天就是淘寶的2.0 如果大家有看我上一集的話 我有試吃過這個牌子的蝦蜜瓜味 現在我就試吃這個西瓜味 告訴大家究竟好不好吃 它是西瓜味的 它的樣子就是這樣的 成了西瓜的樣子 然後就是這個 濃濃的芝士的 肉鬆焗芝士蛋糕 它的樣子是這樣的 實物就是這樣的 看樣子好像很吸引 當然不少得的 就是這個 夾芯麵包 這個就是叫做 氧氣吐司 它就是 兩份麵包夾著夾芯 這個樣子 就比較普通的 就是這樣的樣子 這個呢 我一口就想試 這個叫做 珍珠奶茶味的夾芯 這裏的照片 裡面是有珍珠的 它這裏的照片 就已經有三顆珍珠 就這麼多了 除了這四樣之外 還有一盒 這盒是比較大盒的 這盒就叫做 手絲麵包 它的樣子就是 形形的 特色就是這個圖案 好 現在開始我們就試吃吧 我們試吃第一樣 好 又看我上一集 那個哈密瓜麵包 我覺得也是不錯 這次就試試這個西瓜麵包 好 這個西瓜麵包 它有紅色的果肉 再加這個西瓜皮 看起來好像很吸引 有什麼樣子 它都說是無添加色素 吃起來是有淡淡的西瓜味 不過是很淡很淡 如果給我選擇 吃得多西瓜的話 我也是覺得哈密瓜好吃一點 它中間 有些白色的乳酪 這個也是不會太甜的 除了剛剛試吃了西瓜味的麵包之外 我們就試試這個 肉鬆芝士焗蛋糕 它表面是有一層濃郁的芝士 然後上面有很多肉鬆 其實大家可以看到 它下面是蛋糕 然後上面有一層芝士 然後芝士上面加了一些肉鬆 它的顏色超級鮮艷 這個樣子也是很吸引的 好 現在試一下麵包 這層芝士蛋糕 它的麵包是有點鹹鹹的 其實有些濃郁的芝士味 這個蛋糕大家不怕漏的話 都是可以試一下的 它的味道也是不錯的 這隻小仔 你喝攪拌的話 咬爛了一些紙箱 然後就在這裡發脾氣 我們來試一下這個圓形的 手絲麵包 它的形狀是圓形的 大家看到其實是有一層一層的 其實為什麼它叫手絲麵包 它就是有一層一層的 讓你撕開來吃 這個麵包這次是沒有隔心的 它的味道就像美心的排包的味道 當早餐也不錯的 因為它實在太方便了 大家知不知道它一箱其實有一公斤 有很多個 所以當早餐是超級方便 不過的時候吃一個也是相當不錯的 這個沒有隔心 相對來說一定是沒有那麼肥 有過三樣之後 我們再試試這個隔心方包 其實它是兩片很薄很薄的方包 中間夾著乳酪的 這個麵包也不是很甜的 上面的方包也是沒有什麼甜味 然後呢 就夾著一些淡淡的乳酪味 這個夾心方包其實叫做氧氣吐司 但是我不明白為什麼叫氧氣吐司 當然啦 大家吃到同一個口味的麵包 吃得多都會醃都會刮 所以我覺得可以買不同的麵包來試一下 這個麵包其實吃起來很有奶味 跟剛剛那個手撕麵包 好像排包那樣的味道 其實每隻麵包都是不同的味道 在這個乳酪吃得多 我覺得應該都是會流 所以我覺得長時間吃沒有夾心的麵包 是會好一點的 是會瘦一點的 而且沒有那麼小 看了吧 阿 阿 阿 嘉 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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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好一塊 我发明是珍珠奶茶的麵包 想起來都很特別 但是我告訴大家 其實呢 之前已經試過一塊了 但是我在裡面是完全找不到珍珠 還有這個東西 這個皮的表面有層類似朱古力的物體 都是比較偏甜的 我看看這次會不會再找到一顆珍珠 在這個皮裡面 這個皮就是這個樣子 它的味道是珍珠奶茶的味道很濃 這次我終於發現到一顆黑色很小的珍珠 終於被我發現到它 但它的味道真的不太好 如果珍珠奶茶的味道 都是喝一杯珍珠奶茶 好喝很多 我告訴大家 這個東西的味道不太好 這次試吃完這五樣東西之後 我推介給大家 就是這個肉鬆蛋糕 它的味道是不錯的 都不錯的 好吃的 好喝的話 就推介這個圓形的手絲麵包 是排包味的 大家如果喜歡吃排包 都可以買它 一樣的味道 還有一個西瓜味麵包 如果可以選擇 蝦麥瓜味還是西瓜味 我就選擇蝦麥瓜味 但是 基於兩個不同的味道 大家吃得多都會嫌 大家都可以試西瓜味 今天淘寶的麵包蛋糕 試吃時間到這裡了 如果大家喜歡我的這段影片 按讚這段影片 和訂閱我的頻道 還要追蹤我的IG 下次再試其他東西給大家看 拜拜 拜拜 還有這隻 刀彈怪 刀彈漆仔 打到周圍都是自身 又要撿死我了